近日,中国女牌主公朱婷在公开场合现身,引发球迷高度关注。 最先爆出朱婷行踪的是中国女牌前二船姚迪,她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布了一组庆生照片,朱婷等一众友人一起参加了姚迪的生日派对。 两人在海边完成聚会之后已经接班前往香港,受邀参加当地的一个活动。 朱婷57天后现身 朱婷在结束代表意大利斯坎迪奇女牌的比赛任务之后回国,不过由于朱婷婉拒蔡兵的邀请,没有回归中国女牌,因此网上很少有朱婷的消息。 球迷们甚至将朱婷比喻为失踪人口。 就在中国女牌紧张的备战奥运资格赛和亚运会之际,网上传来了两位中国女牌前主力球员的最新消息。 中国女牌前二传姚迪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发布了一组照片,原来8月15日是姚迪31岁生日。 不同于以往的是,姚迪此次在海边举办了一个众多友人参加的生日派对。 让球迷惊喜的是,朱婷赫然出现在照片之中。 失踪57天的朱婷终于现身了。 朱婷和姚迪是中国女牌一对关系超级好的队友兼闺蜜。 两人早年就是中国女牌的队友,在2019年朱婷加盟天津女牌之后,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 两人在排球赛场上并肩作战,自私底下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在天津女牌打球的两个赛季,朱婷和姚迪几乎形影不离,在休假的时候也是一起参加活动或者畅游迪士尼。 两个人建立了神仙友谊。 朱婷为备战东京奥运会加盟天津女牌两个赛季,与姚迪等队友一起拿到两个冠军。 这次难得的合作之后,按道理来说,两人将再无机会在一个俱乐部校里。 尤其是朱婷商誉复出之后,加盟意大利联赛的斯坎迪几女牌,球迷已经很难将朱婷和姚迪联系在一起。 没想到,在2023年1月,姚迪也签约到了朱婷校里的俱乐部。 原来斯坎迪几女牌主二传马里诺夫因故离队,球队急需一个替补二传。 在朱婷经纪人马尔可的运作之下,姚迪成功签约斯坎迪几女牌,与自己的好闺蜜朱婷成为队友。 姚迪一直有到海外联赛锻炼的愿望,在完成梦想的同时,还能与朱婷继续并肩作战,用姚迪的话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朱婷和姚迪一起在斯坎迪几女牌征战了长达四个月的时间,期间姚迪作为主二传出战的比赛非常出色,尤其在欧联杯的比赛中立下功劳。 朱婷和姚迪与其他队友一起帮助斯坎迪几女牌拿到欧联杯冠军,在联赛中拿到季军并获得下赛季欧冠资格。 姚迪的这次海外流洋之旅可谓收获满满,两人回到国内之后都没有回归中国女牌。 朱婷因伤婉拒蔡冰,姚迪则是被蔡冰放弃。 两人在国家队层面合作的希望已经很渺茫。 没有国家队比赛任务,朱婷和姚迪有了很多的空闲时间。 这次两人结伴出游,是一次难得的放松机会。 除了欢度姚迪的生日聚会之外,朱婷和姚迪还受邀抵达香港参加排球训练营活动。 两位中国女牌的主力球员的到达,一定会让当地的孩子非常高兴。 朱婷和姚迪也一定会把排球技术和女牌精神毫无保留地分享给香港的排球爱好者。 蔡冰目前带队在宁波北伦集训备战,朱婷和姚迪都没有回归中国女牌。 球迷认为,两人将来还能一起为中国女牌征战比赛吗?